刷脸解锁手机萤幕不足为奇 但这项技术越来越普及 新加坡民众必备的身份认证系统 SIMPASS可以用来登录 超过60个政府单位网路服务 包括申请工作准证 报税和社会住宅的抽签 还能连接银行进行数位认证 为了省去简讯双重认证的程序 新加坡政府宣布 SIMPASS将纳入人脸辨识 取代繁琐密码 成为全球首例 许多国家在各领域实际应用 人脸辨识技术 只要对着镜头刷一下 就能验证你是谁 2010年的疫情加快技术普及 桃圆机场和松山机场 日前规划推动人脸辨识查验 希望减少通关过程 人与人接触的机会 但新加坡政府目标更大 是全世界第一个将人脸辨识 用在全体国民身份认证的国家 使用者在镜头前拍摄脸部 系统从资料库查核身份 面对专家质疑存在隐私疑虑 当局认为使用者是主动提供资讯 政府没有监控行为 目前星展银行已经允许客户使用人脸辨识 开设网路银行账户 新大坡铁腕执法文明全世界 对异议人士的立场相对强硬 当局强调 SIMPASS用户各资绝对安全 使用者也可选择原本的密码身份认证 但外界质疑 若是情治单位不当使用民众个资将造成威胁 刷脸科技会不会成为监控神器 引发讨论 中央社综合报导